學員們利用各種工具 細心的打磨手中的陶土 屏東來一鄉古樓部落 在地開辦的陶藝飾品雕塑造型設計班 吸引了一些目前大業中的居民 更正在放暑大的學生來參與培訓 除了想吸得一技之長 每一位學員可以領到一個月 一萬多元的職訊生活津貼 也舒緩了經濟壓力 來一鄉雖然有許多藝術工坊 優於都是各自營運 工藝產品的產量相當不穩定 無法確立為支撐部落的產業 社區發展協會希望透過課程 來培育人才 陶藝雕塑課程以深入淺出的方式 協助學員快速認識陶土的雕塑技法 並且教導開發設計跟原住民產業 特色發展的概念 期盼透過傳統陶藝結合 飾品的裝飾藝術 發展部落的工藝產業 記者歌手 屏東來一 參半島